3. 本局於108年6月4日召開社日島文字圖堂其初審查會議 會議之路指向參附件 會議中訂定篩選標準 1. 歷史與文化承載 2. 兼物之完整性 地區性建造物類型有生特色 3. 所有走過相關人之意願 4. 周邊環境條件 歷史景觀之形成 低於風貌 5. 代表性意義 4. 本局依上街參選標準出戶參選出建議 20處據文化資產價值潛力標的進入文字審議程序 並重組設置島地區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 由7位文資委員組成 於108年6月13、14及18日進行專案小組會開 經提送6月24日本審議會第117次會議審議 結論為戰團審議 待文資委員了解本案完整資料後 再提供團審議會審議 會甘記錄其117次文資會會議紀錄 請詳三復健 5. 反局後續廣邀全體文資會委員 以文資評估標準 1. 建物保留的完整性 2. 真實性 3. 是否去地方特色 4. 與縣有歷史建築比較 於108年8月19及21日辦理設置島地區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現場會堂 並重6月總計共5次會堂 16位府外文資委員中共及13位委員參與 會堂記錄請翔參復健 其他五項資料請翔參本案文化資產價值不公報告 現在看到設置島地區20處潛力建物分布位置 稍後我們會再就這20個建物來做概率的說明 接下來我們先請台客大這邊的團隊為我們做設置島文資補查調查的說明 接下來我就就補查調查的機構還有成果的重點 跟各委員進去說明 那我一邊簡單的說明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設置島 其實原來呢 其實是包括經濟岩壁北路五段跟六段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今天因為後來結婉取得的關係 然後原來中間的部分已經那個填土了 所以就被變成就是嚴壁北路七段八段九段的地方 變成我們今天稱的設置島 那原來當天的地名 原來我們今天教育的設置島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有四個區諾 然後它是稱之為西州鼎 然後中州土還有福州跟西沙尾 那所以一般來講會稱這個地方叫西沙尾 或者中州土 那中州土地方呢 因為跟吳州有一個比較密切的關係 所以過去它的行政單位 最早其實是分開的 那所以有時候跟設置島人講設置 他會覺得應該是五段六段才叫做設置 那接下來我就報告我們這個調查的過程 那我們除了現場的普查之外 我們也進行文憲史要的蒐集 包括鑽造店 還有就是我們能蒐集到的地級圖 還有這個老造片 我們都盡量去蒐集 那另外進行那些田野調查 然後我們是用那個各戶的那個 還號碼的地圖 然後呢每一戶有過 我們經過的呢 我們就把它做記號 然後有特色呢 我們就把它圈出來 比較像這樣子 那所以應該是一個地毯式的一個調查 所以呢 應該是不會有遺漏的部分 但只要稍微有特色 我們都先把它加進去 那另外呢 也透過這個訪談的調查 就是如果當地願意一起來 跟我們討論 我們就一起討論 那或者有一些祈禱 我們可以做一部訪談 那或者是在調查問當中 那如果業主願意跟我們談的話 我們也會進行訪談 然後我們把這些 只要我們認為有一點點特色的 我們統統都把它建立這個圖查表 那也是跟律文之法十四條 所定的一個圖查表 那歷史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一些整體 就是設置老公的這個行程 但因為當時時代有一次地震的陷落 所以它應該是變成那個湖水的一部分 然後乾隆年間它在逐漸的浮起 然後我們在同志年間在乾隆 後來的地圖上就已經有浪浪周 然後同志時期的這個地圖裡頭後 就有仙草埔跟埔這樣的地圖的標示 那它到底是盧州或者是十州 剛剛大概還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無論如何到了光緒時期 就已經很明確的有中州仔 還有在那個西州古莊跟西沙尾莊這些地圖出現 所以很明確這個時候已經有今天這個地名 那在這段時間 它都是大家都是以那個農業為主 包括在這種河岸也報名 然後淡水河岸是蔬菜 那日治時期也有相當多的資料 主要都是跟都是一些蘇國評議會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日治時期 它們的蔬菜就已經是非常受到討論 然後日本政府也做了一些水利設施 所以可以知道在農業的部分受到重視的一個程度 那在日治時期最早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我們今天熟期的西州底 然後福州分成頂福州跟下福州 然後中州埔 然後西沙尾分成頂西沙尾跟下西沙尾之外 還有一個八卦處 可是我們在1921年地圖裡頭就已經沒有八卦處 所以可以知道這個基隆河的流域變寬之後 就有一些聚落就消失 然後其實這個淡水河域也在變寬 所以西州底也有一些部分的住宅 那名宅就也是陷落到這個河底裡頭去 然後在日治時期修了今天的這個 沿平北路的七段八段主段介紹路 然後也設了學校 那在日治時其他的那個行政劃分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摄子莊是指今天的淡水北路五段六段那邊 然後其他的部分叫稱之為西州底莊 然後中州埔的部分其實是屬於自然而保 所以他們是完全分開 然後它其實是跟這個 今天的那個蘆洲劃分在一起 然後後來把涉子莊跟西州底莊 合併為涉子區 但中東府還是獨立 然後一直到1921年才把他們通通都歸到涉林莊 這個時候涉子西州底和上中 才屬於同一個那個涉林莊 然後到戰後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在意圖上 它所標示的還是中東府西州底跟涉子三個地 那這個是結灣取資工程 對於延平北路五段六段的一個影響 然後後來因為我們今天講的延平北路 七八九段的部分 被列為這個它可以低區房屋計畫 所以它有限制四十年的一個 應該說就變成限制發展區 然後至今已經經過四十多年的這個境界的時期 然後再出菜的部分 也因為都開工以後 中南部的蘇丹很容易就送到北部來 所以他們的農業優勢也不在 所以開始有很多的工廠的興建 那這個聚落 西州底來看的話 我們說因為淡水河必變寬的關係 所以有一部分的聚落就掉到河岸裡頭 所以它最後我們目前呈現它 一個是V字形的一個分布 然後在西州裡頭 西州底它又分為其的主要的聚落 所以常常會聽到就是 在外面然後問了替台靠 跟中古這幾個聚落它的位置 那因為它這裡是離這個比較容易 比較早開發的地方 所以它居住的那個家族非常多 然後包括像這個 陳家條就有李州陳家 觀山陳家 楊家陳家 可能還有其他的 然後李家就有葉羅李家 對三李家 然後楊家也有不只 也有不只一個楊家 還有這個謝家 然後王家 或者是開女王家 跟福州的王家是不一樣 然後西沙偉也是比較早開發 所以它有很多的聚落 那其實除了李州陳家是最大的家族之外 還有別的陳家的家族 然後還有這個寧和新宅的對三李家 然後中州埔 也稱的那邊也叫埔霜 它開發的部分當中 也是因為它是很容易被取緣 所以它土地分割 也是根據在地的方式來做 然後福州的部分 就今天我們有 大陸歷史建築福州王宅的部分 它的發展比較晚 應該是不晚年輕到晚年間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 這些聚落都有自己的入口 那建築的類型呢 是三個月最多 然後它共同特色就是地圖有抬高 然後使用基礼暗時 或者關於暗時 然後有一些為了避免淹水 都會蓋成二樓 然後也避免這個季風的關於稅 萬一會不專項 那街露的部分 大部分其實不是為了這個商業 而是為了這個要分家的時候 大家一人有一戶 所以大部分都是一進多戶的一個 鑽造的一個形態 然後它也有抬高的做法 那我們這個普查結果 就是還是以西州底 就有價值的最多 那後來我們今天後來提出來的20處 大家最後看到20處也是以西州底最多 那這個剛剛已經看到它的分布位置 然後這個是那個會員區線看的一個路線 就是從西州底開始 然後從這個徐安東開始 然後從這個西州底北邊的 這個布料這邊的位置 然後再接下來到這個 來越隆里沾 然後從越隆里沾它的這個中邊 然後再到這個丁委娜 這個地區的一個過程 然後再來就是希薩爾跟周若普 以上就是我們帶著這個 謝謝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20處的建物 做概略的基本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的排列順序 是以會範後委員贊同保存的多寡 來做排列順序 那稍後我們在最後會再就20處的標的 再次的主案討論 那讓委員在投票前能夠有中整的判斷 西州底四 沿平北路七段 106項242626-1-28-30號 西州底王宅 土地為西州段一小段1931號 閩南建築山合約形式 為專木混合構造 外牆專造內部為木造穿斗式屋架 外牆下半部為延殺氣層 下半部磚器 會竿後八位委員建議具維持保存價值 那西州面會看到構造完整 下西家圍二 平平北路八段242項46號 成家主廁 土地為富安段三小段138地號 閩南建築山合約形式 為專木混合構造 外牆為石器承重牆 內部為木造穿斗式屋架 會竿後八位委員建議具維持保存價值 那照片一樣可以看到內部格局完整 頂西蝦尾一 炎民北路八段55項1315號 頂西蝦尾城宅 土地為富安段二小段257地號 閩南建築山合約形式 正山為木構造 左右護隆為專造 會竿後八位委員建議具維持保存價值 現後照片一樣看到架構完整 西蝦尾三 炎民北路七段106上34-36號 西蝦尾郭宅 土地為西蝦尾小段185-186地號 閩南建築一套龍形式 主要為專造 入口處有凹售的形式 正面強身下的氣石 會堪後六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現後照片可以看到屋极上的裝飾 還有建築具在地特色 西蝦尾十七 炎民北路七段101上32-34號 土地西蝦尾小段388地號 為街屋一進行式 主要為專造 會堪後六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這是現後照片 中洲埔一 炎民北路九段92-15號 中洲埔里宅 土地為中洲段312號 閩南建築三合院形式 主要為專木混合構造 正身為木造 左右房及護人為專造 會堪後 五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現後照片可以看到內部 木門以及上下拉窗等 保持狀況良好 西洲底十六 炎民北路七段63-12-5號 暫居四 土地為西洲段1小段4-345號 閩南建築四合院形式 為專木混合構造 蒙屋為木造專斗市 木架 正身與庫隆為專造 會堪後 五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現後照片有看到內部 目前有彈汗的狀況 下西沙尾一 炎民北路七段242小段 六孟二號旁 領和發宅 土地為富安段3小段 218-219地號 閩南建築一桃龍顯示 主要為專造 會堪後 四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這是內部現況的照片 西洲底九 延民北路七段17現象 57-59號 西洲底洋宅 土地為西洲段2小段 472-473地號 延民建築三合院形式 為專實混合構造 正面有奧秀文形式 下半部為蝦炎 上半部有縮紙器 會堪後 四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那照片中有看到內部 有已經接收過的狀況 西洲底十 炎民北路七段145項 石弄11-13號 西洲底街屋 土地為西洲段2小段 471-472地號 二層皆無易進行式 主要為加強專造 會堪後 四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那照片中有看到 其中的天花和林土 有剝落的狀況 那室內其實也有漏水的現象 西洲底六 延民北路七段106項6弄 10號12號 土地西洲段1小段 210-211-216地號 閩南建築一條龍形式 主要為專務混合構造 鄭森為木造 霧龍為專造 會堪後 三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那這個是現況照片 西洲底八 延民北路七段177項77-79號 西洲底禮宅 府地西洲段2小段 475-476地號 閩南建築一頭龍形式 主要為專門混合構造 紅磚外牆 入口 入口是拗售的形式 外牆專造 內部文物造物價 會堪後 三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那庭片中可看到 八十八號目前是坦塌的狀況 那九十二號目前是有居住的使用 西洲底三十二 延民北路七段84項1號 土地西洲段1小段225號 閩南建築一頭龍形式 主要為專門混合構造 紅磚外牆三牆面為斗鼠器 內部為木造物價 會堪後 三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那現況照片有看到 已經有坍塌的狀況 西洲底四十二 延民北路七段101項21-23-25-27號 主地為西洲段1小段397-398地號 為街物移境形式 主要為專照 會堪後三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這是現況照片 秉溪俠尾四 延民北路八段93項25號 紅家主廁 土地為富安段2小段 南百三十五地號 閩南建築三合院形式 主要為專木混合構造 外牆為斗子 信念部為木構造 會堪後 三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現況照片有看到 左邊護榮 就是看他回省的狀況 西洲底三的七 延民北路七段145項10號2號 西洲底林宅 土地為西洲段2小段464-467地號 為街物移境形式 主要為專照 會堪後 兩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然後照片看到外觀 以及內部的狀況 西洲底三十三 延民北路七段106項6項8號 土地為西洲段1小段210-211-216地號 閩南建築一條文型式 主要為專照 會堪後 兩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西洲底十一 延民北路七段177項4143-45號 土地為西洲段2小段471-472地號 閩南建築三合院形式 主要為專門緩和構造 正身為木造 護隆為專造 會堪後 一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一樣看到現況 內部的狀況改建築國 頂西蕭尾2 延民北路八段55項3-5-7-9-11號 頂西蕭尾城宅 土地為富安段2小段240-253地號 閩南建築三合院形式 主要為專系城中廠 會堪後 一位委員建議具文字保存價值 現況照片要看到內部改建居多 研判3號到5號 應是後來加減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1.基本資料 請委員詳參 本評估報告裡面的表列 價值分析的部分 也請詳參評估報告 46及100到139頁的內容 3.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1.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權人 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未來涉及島地區文化資產 扛進續段徵收後 將由本府編列相關預算 進行修復及管理維護 令本局每年皆有針對 私有文化資產提供補助 本案所有權人在未遵收前 則是需要 依規定提送計畫 向本局申請補助 4.指定登入範圍制影響評估 依目前市黨開發計畫內容 未來市黨 依須將經營全區填土與重畫 因此 據保存之文化資產 是否以原地保存 或是解體毅力重組等 保存方式 仍需四個標例相關條件 進行評估 你辦 本案提起斷審議案 斷審議會審議 並應審議主義辦理後續 跟主席都要問一下 今天有李華民等三位民眾登記發言 另外授權的部分也有三位簽名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 這三位民眾登記發言的民眾 好 好 那第一位李華民 三分鐘的時間 每三分鐘 如果你參加 相關 歡迎 先來 各位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射子島這就會發言人李華民 那我們非常肯定 是否願意來射子島做研究調查 但是時間為短 也沒有在當地的居民做一些房台 射子島不是只有單動建組織的保留 而是包含整體聚落 聚落裡有許多的路徑 也是五行文化 夜落土地公重要的路徑 它有固定的路線 如果防止只保留幾棟 路徑無法完成 文化也就無法保存 文化資產包含 無形和有形文化兩個部分 我們都認為 設置島都應該全面被認可 不是只有單棟的建築 無形文化重要性 要保留空間 路徑 空間沒了 路徑沒了 文化也就沒了 我們不要如此珍貴的文化 在未來只有冷冰冰的影像保存 那我們針對今日的會議 我們提出強烈的質疑 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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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點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設置島對面的宗美 因為利益迴避沒有做 被監察員糾舉違法 因此請官太代表權 樹離席部會投票 再來另外請問一下 今日的民間代表主席是哪一位 第二點 利害關心人 不好意思我正在發言 謝謝楊先生 另外第二點 利害關心人 所有權人為何沒有拿到結案報告 沒有拿到結案報告 我們沒有辦法為我們的文化資產變波 今日的審議時間過於短處 讓委員們在幾十分鐘內看完 費時將近半年完成的結案報告 並且投票實在強人所難 也辛苦各位委員們 第三點 設置島二十處文資 是要逐步審 要投票二十次來審查 不可以打包審查 現在一個案子二十處 移速報告不到一分鐘 在不清不楚的狀況下 不應該一分鐘來決定 移速文資的生死 應該切割二十個案子審 再來一個部分 設置島因為禁見 所有人文景觀保存良好 應該全數保存 建議委員們可以更宏觀的來看待設置島 所有聚落因全數保存 整體性的保存 非覺露宣保存下來 我們認為 且主張設置島珍貴的 並不只有這二十間文資 設置島的華龍舟到夜弄土地公 公廟文化可以看出 設置島聚落的保存 是需要以整體文化景觀來做保留 而非擔動建築的保存 我們將會提報文化景觀 來保存珍貴的設置島文化資產 辛苦今天所有的委員們 也恳請各位委員們 將設置島文化資產全數保留 謝謝 我們先做一個說明 我們要在座的委員 或是你今天沒有換來 可能主席副市長跟局長 還有各列席的政策代表 都已經離開了 好不好 我們都已經有按照 第二點 我們知道 各委員 閉嘴基因的閉嘴基因 我想在文化局太平 我們去了五個七次 然後五個七次 我想委員不只參加一個七次 在五個七次當中 我們各委員也開過分次的座民會 還有座談委員 我們委員也各有很多的討論 我想這個委員 大家對這個提案都很熟悉 所以絕對不是今天才來勾選 不是說 我想這個文教授的這個簡報 我們至少也聽過兩次以上 修正再請他改善 修正再請他改善 至少兩次以上 好 今天我們可以先做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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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先生 主席及各位大家好 我非常當情剛剛這位所講的 整個聚落文化的一個討論 我想文化 生活是文化的一部分 生活的累積 風暑運氣的累積 是成文化的 那既然在剛剛最先頭的教授報告的時候 已經有非常明確的 把這個地方的聚落 不管是夏祖惟 葵球費 他都講了 既然有這種聚落文化存在 為什麼呢 既然它是一個文化資產的一部分 為什麼把整個聚落文化整個保留下來 如果你只是擔動了一個獨立屋 在那個地方 像上一次會議所講的 把它放在公園裡面讓大家來蘸養有意義嗎 人家太不錯不就放在這個地方嗎 為什麼要去沾養呢 是不是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再次 再提醒各位專家 還有各位在場的 這個學者 聚落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在那邊生活 那個文化才會繼續保留下去 剛剛已經有講的 剛剛我們楊明道先生做的這個地方 他也當過里長 也曾經在那個地方辦理 辦過 贏股阿兵 漏股利工 也是有啊 到現在我們那個地方 廟會 我們還在收盯前年 小哥 小哥 怎麼在盯前 我們還在收盯前年 跟收盯前年 這個就是一個文化的一部分 你們為什麼要做 產平式的全部把它消滅掉 那這個文化就沒有了啊 你流量的交易有什麼用 流量的股企有什麼用 是沒有用的 所以請各位專家委員 剛剛所提的 整個聚落文化的保留 必須要非常神聖的 去思考這個問題 把這個聚落保留下來 你其他要怎麼開發 沒有關係 你去開發 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解決 差異補償的一個問題嘛 那為什麼要全部 產平式的這樣開發方式呢 我記得這樣是非常的不妥 所以請各位專家學者 我記得上一次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位教授 他也是有做過前面的提點調查 他對社子島的認知也非常的深 那最後一點 就是剛剛前面 北大教授這個所講的 如果有需要 我們還可以來再來講講 因為如果把這個報告 你又放到這個國家的這個 竹竹館去 有一部分我記得沒有很真實 社子島不是他剛剛所講的那樣子 那個核在哪個地方 我也可以跟你講 那核在什麼地方 這不被填的 好不好 謝謝各位